人生很幸福啊 当然希望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幸福的人生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认识耶稣开始 所以今天在这个洗礼 讲这个信息是最恰当不过的 跟你旁边讲说 幸福人生从认识耶稣开始 好 我们过去这个礼拜 有参加幸福小组的人 都知道 幸福的第一步是什么 不再被骗 什么是真正幸福的人生呢 你不要受骗 这个我们看了郑秀文的见证之后 我们就知道很多人会告诉你 只要你有钱 过舒服的日子 有地位 有美貌 就是幸福 但是我们知道 这是谎言 你有钱 有地位 有美貌 像郑秀文这样 你不一定会有真正的 这个幸福 所以今天呢 来到这个地方的人 非常有福气 因为今天上帝要告诉你 什么才是真正幸福的人生 好我们要来读一段经文 弟兄姊妹 这段经文啊 是我们教会很核心价值的一段经文 所以今天让刚刚成为五谷礼拜堂的 这个弟兄姊妹 来了解这段经文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 其实是第一节到第四节 但是我们有点节路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那几个简单 那几个简单 这是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 亲眼看过 亲手摸过的 我们将所看见 所听见的 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 并他儿子 耶稣基督相交的 我们将这些话 写给你 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好 这一段经文是耶稣的门徒 约翰 他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为了要让你们怎么样 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所以这一段经文来讲 什么是幸福的人生 我想也是最好不过的 如果你要过一个幸福的人生 如果你做到这一段经文 我保证你的人生 绝对是一个幸福的人生 好 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 有几个词很重要 就是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什么 香蕉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什么 香蕉 所以传还有香蕉等等 好 所以你看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幸福的人生 你需要过两种生活 第一个就是什么 香蕉的人生 有的人在笑以为吃香蕉就会很幸福 吃香蕉也的确不错 但是这个香蕉不是那个香蕉 跟你旁边讲说你要过香蕉的人生 第二个就是你要过分享的人生 你就会有幸福的人生 如果你的人生专注在做这两件事情 我保证你的人生一定是幸福的人生 来 再讲一次 第一个是什么 香蕉的人生 第二个是什么 分享的人生 好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读一次第一节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 亲眼看过 亲手摸过的 好 我们再读第三节 我们乃是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 好 这一段经文 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 让我们看见 你的幸福的人生 从你开始认识那个 从起初原有的 就是那一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当你听见 而且你去触摸到 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的时候 而且你开始过跟他相交的人生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幸福人生的开始 那么这个我已经建议 我们下个礼拜的幸福小组 要播一个短片 这个短片呢 我们在上上个主日已经看过了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圣诞节 我们请王胜德弟兄 他们全家来做见证 他以前是一个吸毒的 那么甚至也是混黑道的 那么他改变了故事 我真的觉得那一个 我们上次 这个慧如做的那个短片 实在非常精彩 那么我们那个 陈雪阿姨的见证 也讲得非常精彩 他就讲到说 他的儿子 他不是没要给他 他就给他戒毒 我后来看他才知道 原来戒毒这么贵 他说常常是五天就五万块 五天五万一直开下去 但是戒不掉就是戒不掉 但是他发现 去跟着耶稣才三个月 这个儿子我教了他四十几年 他改变不了 为什么跟耶稣跟了三个月 就改变了呢 人生就改变了呢 他觉得这个 亚索有夠厉害 跟你旁边说 亚索有夠厉害 所以很感恩 这个王胜德弟兄 从此真的 他的人生就有一个 很大的翻转 从那个鸡的生命 就变成老鹰的生命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当你听见 看见 然后去摸着 去认识这一位 起初原有的 这一位 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展 然后你开始跟他 有更多的相交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开始不一样 所以我恭喜今天要受洗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 你知道你的人生 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幸福人生的开始 就你认识那个 从起初原有的 而且你愿意开始跟他相交 这个圣经里面来 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 我们先读第十一节 预备 请 在你面前有什么 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这一节经文 是今天这个世代 很需要的 今天我们这个世代 有各样的方式 让你满足快乐 我们都觉得 如果我们有一个 Apple的手机 我们一定快乐的不得了 甚至大陆 甚至有人 拿一颗肾 去换一个 Apple的手机 苹果的手机 这里说什么 在你面前就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的幸福不是靠外在的这些物质的东西 上帝就可以让我们有满足的幸福跟快乐 好 我们再读一处经文 这个大卫说什么 预备请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致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这个大卫再次说 当他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的时候 他再次提到他心欢喜 灵快乐 肉身也安然居住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 因为上帝在与我同在 我便什么 不致摇动 我们要幸福的人生 如果你能够有一位上帝 永远与你同在 你人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 你不会摇动 我觉得这个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就是你有一个最大的靠山 Amen 跟你旁边说你有一个最大的靠山 就是上帝 你有最大的靠山 大卫的一生经历很多的苦难 但是他知道如果上帝与他同在 他就不会摇动 我先讲一个见证 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认不认识这个人 张启明 这个人是叫做张启明张老 其实今天台湾的教会能够这么大的复兴 今天台湾的教会越来越兴旺 跟他有很大的关系 他是以林书房以前的老板 那他也是太平洋建设的总经理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 太平洋建设垮了 他们就是我们都知道 收购这个经营前的这个纷争 也是闹得纷纷老老 那个时候我们 我真的常常想到他就为他祷告 想到 这么爱主的弟兄 怎么会遇到这么大的灾难 他打官司 然后他说十年里面他还掉200多亿 欠债200多亿 他见证讲说什么呢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有一个牧师来找他 看到他才刚嘎完一张一亿元的票 但是他当天晚上就参加一场聚会 唱诗歌敬拜 所以那个牧师说 如果我是你 我早就受不了了 你怎么还能够唱出赞美的诗歌 这个张启明长老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人 他就说什么 来我们读白色的部分 他说什么 信靠上帝 在我们生命中发挥的力量 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好 我很感恩 我看到他这个见证 我就真的充满感恩 看到这个弟兄他走过来了 还掉了那个债务 然后现在上帝 我真的觉得基督徒就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遇到风浪 上帝给你关一扇窗 他就给你开一个门 你知道他现在做这个绿色产业 做得非常好 在台湾 在整个中国大陆 上帝给他开另外一个事业 是的 所以跟你旁边讲说 上帝与你同在 你就不会动摇 来跟他讲一下 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不去动摇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约翰告诉我们 你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第一件事情 头一件事情 你要跟上帝有更多的相交 所以今天我们受洗的弟兄姊妹 鼓励你们信仰 这个受洗只是一个开始 从现在开始你们要 每一天跟上帝来相交 那我们教会啊 我们教会每一天都有聚会 我们教会现在是不是每一天都有聚会啊 是 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有聚会 早上我们每一到六 早上六点七点都有成根 所以鼓励你们刚刚受洗的人 也可以来教会 每一天读上帝的话 跟上帝相交 我相信你的人生会很不一样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好 这个约翰也告诉我们说 他不只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 他说使你们什么 与我们相交 所以如果你要有幸福的人生呢 除了你要跟上帝相交之外 你必须要跟人相交 我说这段经文是我们教会很核心的价值 因为我们教会不只是看重 你要跟上帝相交 你也需要跟人相交 这个我们相信啊 有好的关系的人 是最幸福的人 阿们 是吗 阿们 好 我们上次在讲说 每一个人描绘一下 你的幸福图像 我猜没有一个人 你的幸福图像是吃牛排 有吗 你们上次不是幸福图像 大部分幸福的图像 就是跟人在一起 很快乐 是吗 我觉得那个就是幸福 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就是跟一群人 特别是自己的家人 很快乐 很满足的相处 这个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有人跟你同行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曾经有一次有人有一个报纸做一个猜谜 这个也不算是猜谜 就是这个有点像是脑筋急转弯 从纽约到伦敦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你们听过这个吗 听说最近有一个航线四个小时就到了 从纽约到伦敦最快 那当然就是坐飞机吗 对不对 有的人就讲这个 最后答案公布出来就是 有人陪伴最快 你们都有这种经验 对不对 我上个礼拜去宜兰讲道 塞车塞两个钟头回来 但是因为路上跟一个人在聊天 聊一聊 两个钟头也很快就回到台北了 好 所以跟你旁边讲说 有人陪伴是最幸福的人 有人陪伴是最幸福的人 所以奉劝在这里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你想要有幸福的人生 你一定要看重关系 胜过你的人生的成就 那一些很看重成就 赚钱然后忽略关系的人 有一天他会知道 他不幸福 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所以幸福的秘诀 就是你要很看重关系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在这里说 成为五谷礼拜堂的家人 我们今天这一次 二十八个要受洗的弟兄姊妹 五谷礼拜堂 你要成为五谷礼拜堂的弟兄姊妹 我们希望你要 一定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参加一个小组 我们教会 不能不参加小组的 你们都有参加小组吗 你们今天要受洗的 都有参加小组吗 非常好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上帝除了希望你跟他相交之外 他也希望你跟人相交 为什么呢 来我们读白色的部分 他说什么 因为上帝的计划就是借着人来帮助我们 很多人常常祈求神的帮助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上帝最好的计划 就是借着人来帮助你 我常常讲一个 有一点像笑话 以前有一个牧师 他有一天 他礼拜天要讲一篇道叫做信靠神 所以那一天他在预备奖章的时候 突然听到他们那个村庄的有一个很大的爆炸的声音 原来是水塔爆炸 所以那个 他开始淹了 那个村庄就开始淹了 那在淹水的时候 他就想 他要逃跑 但是他想不行 我今天要讲一篇道叫信靠神 所以我一定不能跑 结果有一个会友就跑来跟他讲 牧师已经在村庄已经在淹了 你要赶快跑 他说不 绝对的信靠神 后来水又淹了淹到腰部了 又有一个会友跑来跟他讲 说牧师你要赶快跑 因为要淹水要把你灭顶了 他说不 我要绝对的信靠神 后来就一直淹到屋顶都淹起来了 他就坐在屋顶上面 然后有一个会友就划船来跟他讲说 牧师赶快上我的船 不然你就会被淹死 他说不 我要绝对信靠神 最后他就被淹死了 淹死以后他就很生气去找耶稣算账 他跟耶稣说 耶稣我这么信靠你 为什么你都不救我呢 耶稣说谁说我没有救你 我三次派人去救你 你都不让我救啊 其实这个故事很有意义 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啊 你常常想上帝要行一个很伟大的神迹来拯救你 其实上帝常常是借着人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教会呢 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参加小组 我们教会是一个小组化的教会 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教会 因为我最近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 都在帮助教会转型做小组 哇我都觉得哇我真的觉得我们教会实在太幸福了 有很多教会很难转你知道吗 他们没有一个健康的感谢主 我们是一个健康的小组的教会 好有一本书啊叫做这个穷爸爸 富爸爸穷爸爸你们看过这本书吗 这本书啊这个作者是全世界最会教别人如何理财的大师 那么这篇文章里面提到说 有一次在这个研习会上面 这个罗伯特这个人呢 就要每一个学生写下十个跟你自己最亲近的朋友 然后写下这十个人的财务状况 然后也写下他们跟你聊天的时候 谈到他们对金钱的看法 然后最后他就说 你是不是有发现啊 你跟所写的人财务的状况都差不多呢 如果你是一个负债的人 你发现你身边的朋友也是负债的人 然后他这个作者就说 原来这个作者他要传 这个理财大师 他要传达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就是中国人古老的重要思想叫做什么 净出者赤 净末者黑 原意跟思想的传染力是极为惊人的 所以他说如果你想要减肥 千万怎么样 不要跟胖子在一起 没有错 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你知道我上个月去道路的时候 跟台中一个牧师同行 我看到他的时候吓一跳 为什么 因为这个牧师减肥了三十公斤 很厉害吧 减肥三十公斤 所以那个礼拜我就问他 他怎么减肥的 他就跟我讲说 他就是去居隆看一个医生 去高雄看医生 然后就每天只吃蔬菜 然后要喝六千cc的水 所以你知道那个礼拜我跟他在一起 我就效法他 拼命的喝水 我们两个人逢侧必上 拼命的喝 我觉得那个礼拜 我真的很警醒 他吃东西很节制 我也很节制 我真的觉得非常好 我回来以后也决定 要这样做 但是很难 因为我们教会胖子不少 后来就跟李建民在一起 就很难减肥了 所以跟你妈妈讲说 要减肥就不要跟胖子在一起 这个还有一个 金氏世界纪录中 这个销售纪录 这个应该是一个卖车的人 他曾经说过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250个朋友 而这些朋友有80% 是对你毫无帮助 有20%的朋友 他们是属于较积极的 会给你正面的影响 而有5%的朋友 则会帮助你 重大改变你的一生 所以他鼓励我们怎么做呢 他说所以你对朋友们 不该一视同仁 你应该花80%的时间 跟那些会重大影响你一生 那个5%的朋友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列下 在你周遭有哪一些人 你渴望认识他们 或者他们已经认识你的人 将名单列下来 比如说有哪些人 特别的 这个有自信 有魅力 哪一些人 婚姻特别让你羡慕 哪一些人 活得既健康又快乐 太好了 感谢上帝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参加小组吗 你看看你旁边的那些人 你小组的那些人 他们真的就是对你的人生 是会有正面的影响力的人 好 所以箴言有一节经文说 来我们一起读一下这节经文 预备 请 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 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这个比弟兄更亲密的这个朋友 当然是指主耶稣 但是不只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小组 其实你的小组里面的人 他会给你的真的就是最好的 最健康的价值观 最正确的价值观给你的 感谢主 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小组 就是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 所以你要参加小组 你的生命才会不断的被提升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影片 有些人可能看过了 这个影片蛮有意思 这个影片在讲说 人到底为什么会上瘾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人吸毒上瘾 那我们会吸毒上瘾很简单 你就是吸太多就会 对不起 我要先讲一下这个 你再放没关系 你为什么会吸 为什么会上瘾 就是吸毒吸太多 当然就会上瘾 但是他说不 他发现有很多的人 比如说你做什么 髋关节的这个手术的人 有很多病人 他们也会被打麻灰进去 而且那个可能比 吸毒的人更 那个浓度更高 因为那些药头会把那个麻灰 会把他吸释 但是奇怪了 这些病人为什么他没有上瘾呢 同样都打 那还有呢 他说在越战的时候 有很多 这个阿兵哥 美国阿兵哥 大兵 西海洛因 所以很多人就很担心 哇 这些人 从越战回来以后 他们会不会 这个也是 这个变成瘾金子呢 发现只有5%的人会变瘾金子 95%的人没有 他就发现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们 后来回到温暖的家以后 他们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发现 其实一个人会 上瘾的原因是 因为他自己先孤单 不健康 所以他就去跟 这个错误的连结 所以他 这个影片最主要就是要强调 建立人连结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 所以上瘾只是失去健康连结 其中的一个征兆 就是你因为 你自己先里面有问题了 所以你就跟不健康的东西连结 所以今天其实不只是上瘾 这个吸毒连结 今天有很多人 其实已经跟网路 有不健康的连结 所以呢 他就告诉我们一个 我觉得这个很能够来讲 为什么我们需要做小组 好来我们读一下最后这段话 预备来 断开不健康连结的方法 就是去建立健康的连结 所以要戒掉瘾 很重要的是 断开不健康的连结 而去建立健康的连结 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 如果你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瘾 你要得胜的方法 就是你要开始建立健康的连结 你跟一个健康的一些人 在一起连结 你的生命里面很多的问题 就会解决 好 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影片 我只能够去建立健康的连结 那是什么问题 我只能够去建立健康的连结 這裡是一種的方法 如果你是用了20天的手法 在天21天的手法 你的腦會被患了這次的手法 因為有其他的藥法 那是甚麼意思 但… 有一個問題 我們都覺得我們知道 是錯的 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例如,破壞你的膝頂 你會被歸到醫院 and you'll be given loads of diamorphine for weeks or even months. Diamorphine is heroin. It's in fact much stronger heroin than any addict can get on the street because it's not contaminated by all the stuff drug dealers dilute it with. There are people near you being given loads of deluxe heroin in hospitals right now. So at least some of them should become addicts. But this has been closely studied. It doesn't happen. Your grandmother wasn't turned into a junkie by her hip replacement. Why is that? Our current theory of addiction comes in part from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that were carried out earlier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experiment is simple. You take a rat and put it in a cage with two water bottles. One is just water. The other is water laced with heroin or cocaine. Almost every time you run this experiment, the rat will become obsessed with the drugged water and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and more until it kills itself. But in the 1970s, Bruce Alexander, a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noticed something odd about this experiment. The rat is put in the cage all alone. It has nothing to do but take the drugs. What would happen, he wondered, if we tried this differently? So he built Rat Park, which is basically heaven for rats. It's a lush cage where the rats would have colored balls, tunnels to scamper down, plenty of friends to play with, and they could have loads of sex. Everything a rat about town could want. And they would have the drugged water and the normal water bottles. But here's the fascinating thing. In Rat Park, rats hardly ever use the drugged water. None of them ever use it compulsively. None of them ever overdose. But maybe this is a quirk of rats, right? Well, helpfully, there was a human experiment along the same lines. The Vietnam War. 20% of American troops in Vietnam were using a lot of heroin. People back home were really panicked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re would b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unkies on the stree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 war was over. But a study followed the soldiers home and found something striking. They didn't go to rehab. They didn't even go into withdrawal. 95% of them just stopped after they got home. If you believe the old theory of addiction, that makes no sense. But if you believe Professor Alexander's theory, it makes perfect sense. Because if you're put into a horrific jungle in a foreign country where you don't want to be, and you could be forced to kill or die at any moment, doing heroin is a great way to spend your time. But if you go back to your nice home with your friends and your family, it's the equivalent of being taken out of that first cage and put into a human rat park. It's not the chemicals. It's your cage. We need to think about addiction differently. Human beings have an innate need to bond and connect. When we are happy and healthy, we will bond with the people around us. But when we can't, because we're traumatized, isolated or beaten down by life, we will bond with something that gives us some sense of relief. It might be endlessly checking a smartphone. It might be pornography, video games, Reddit, gambling. Or it might be cocaine. But we will bond with something because that is our human nature. The path out of unhealthy bonds is to form healthy bonds, to be connected to people you want to be present with. Addiction is just one symptom of the crisis of disconnection that's happening all around us. We all feel it. Since the 1950s, the average number of close friends an American has has been steadily decli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amount of floor space in their homes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To choose floor space over friends. To choose stuff over connection. The war on drugs we've been fighting for almost a century now has made everything worse. Instead of helping people heal and getting their life together, we have cast them out from society. We have made it harder for them to get jobs and become stable. We take benefits and support away from them if we catch them with drugs. We throw them in prison cells, which are literally cages. We put people who are not well in a situation that makes them feel worse and hate them for not recovering. For too long, we've talked only about individual recovery from addiction. But we need now to talk about social recovery because something has gone wrong with us as a group. We have to build a society that looks a lot more like rat park and a lot less like those isolated cages.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hange the unnatural way we live and rediscover each other. The opposite of addiction is not sobriety. The opposite of addiction is connection. 好,非常好. 来,跟你旁邊上說,欢迎来到老鼠樂園. 真的,我相信一个来到小组 有一个健康的小组生活的基督徒 你一定会越来越幸福 因为你已经跟一个健康的一个群体 上帝创造人,人类与生俱来 就是必须要连结 所以我们要跟健康的来连结 就是跟小组跟上帝来连结 好,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们希望每一个五谷礼拜堂的弟兄姊妹 你要做第二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有人守望你 有人在看守你的生命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这个如云,谁是你的守望者 你叫如云是吗? 不是,湘云 谁是你的守望者 输远 输远吗?是吗? 好,非常好 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有人守望你 这是我们教会希望你做的这个事情 如果你有这样的连结跟小组连结 然后有一个人在守望你的生命 你就一定会长得越来越健康 好,最后一个我们来讲 这个他提到说当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之后呢 我们就要什么 传给你们 所以懂得把幸福传出去的人 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所以我们盼望在五谷礼拜堂的弟兄姊妹 你拿到幸福以后 你得到幸福以后 你立刻要把幸福传出去 好,我们最近真的教会感觉很幸福 不是因为我们那个装潢很幸福 装潢的确我们要很感谢这个我们的孟林牧区 他们帮我们把教会弄得很好 非常好 但是我们很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真的看到 我们去把幸福分享出去 我最近也参加一个幸福小组 我真的很感动 我发现我们那个幸福小组的这个成员 我们那个带领人 他本来要去工作的 但是因为我们教会要做幸福小组 所以他就决定先把幸福小组做完再去找工作 你看,然后我们看到 我真的看到很多弟兄姊妹 很乐意把幸福分享出去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让我们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已经知道了 我们上个礼拜 这个我们的幸福小组 我们一共有55个幸福小组 那全部参加的一共有455个人 新朋友有多少个呢 有147个人 不得了了 等于是我们每两个人就邀请一个新朋友 然后有多少人决志呢 有49个人决志 等于三个新朋友就有一个新朋友决志 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 幸福,你要幸福就必须要把幸福传出去 阿妹,你要跟你旁边说 要幸福就要把幸福传出去 而且你知道吗 你传给一个人 可以带给很多人幸福 我刚讲到那个王胜德弟兄 他一个人幸福就带给他整个家 一起通通都信耶稣 一起得着幸福 好,所以我们好不好 我们来复习一下 最后来复习一下 这个什么样的人是幸福的人生呢 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第一个是什么 香蕉的人生 第二个呢 分享的人生 感谢主 好不好,来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再来唱 我们刚刚有唱过 我们成为一家人这首诗歌好不好 来我们请安宁传道来 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觉得这首诗歌 真的就是很幸福 每次唱这首歌就很幸福 我们成为一家人 跟你妈妈讲说 我们是一家人 因着耶稣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因着耶稣我们一起敬拜 因着耶稣我们共度人生的风浪 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你真的能够懂得跟弟兄姊妹来连结 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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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迎着耶稣 迎着耶稣 成为圣国的子彼 迎着耶稣同祈拜 迎着耶稣同祈拜 迎着耶稣共赐爱 迎着耶稣彼此天气来相当 我在十月中花菜 我与南空海上 迎着耶稣同祈拜 迎着耶稣同祈拜 迎着耶稣 ataque 迎着耶稣 迎着耶稣同祈拜 迎着耶稣 迎着耶稣同祈拜 迎着耶稣重祈拜 我们成为一家们 他的小御的人 他的小御长 可以一起到前面来 为他们来祷告 好 请他们的小组长 还有主缘 可以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 公 塞 主 爱 宗 年 节 迎着耶稣 投手 佛神的餐严 来来 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 迎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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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圣儿女 我们成为一家人 迎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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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圣国的子民 迎着耶稣 同敬伴 迎着耶稣同清白 迎着耶稣蒙持爱 迎着耶稣彼此次而再相待 我在十月中翻唱 我与苦难同爱沙 迎着耶稣同向人生的风浪 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为他们来祷告 我们真的是知道 今天这一些这十几位的弟兄姐妹 真的加入在我们的主的大家庭的里面 真的我们一起为他们来感恩 为他们来祷告 真的我们求神祝福他们 真的迎着耶稣进入到丰盛的里面 真的迎着耶稣进入到慈爱的里面 进入到祝福的里面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决出我们再一次 主啊真的为我们今天 可以因着耶稣 进入到祝福的国度的里面 成为祝福你的儿女 祝福来感谢祢 因为有祢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 因为有祢 我们进入到幸福的里面 因为有祢我们进入到 祝福永恒的里面 因为有祢我们进入到得胜的里面 因为有祢我们进入到自由的里面 因为有祢我们不再孤单 主啊因为祢量了这么多 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可以和我们一起或在高处或在低处 一起欢笑一起流泪 主啊我们再一次 主啊为这一切的恩典来感谢祢 谢谢祢 因着耶稣 主啊我们进入到 主啊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里面 主啊我们再一次的 主啊为这一切的恩典来感谢祢 主啊因为十字架 主啊因为十字架 主啊我们与神相交 主啊我们与人相交 主啊不仅 主啊我们自己 主啊进入到这个祝福的里面 进入到这个幸福的里面 我们渴望 主啊也把这一份幸福 分享给更多的人 主啊谢谢祢 谢谢祢 谢谢祢 主啊还是再一次为今天 十四位的弟兄姐妹 主啊要进入到你的国度的里面 成为祢的儿女来感谢祢 主啊谢谢祢 主啊是祢自己十字架的爱 主啊领导 主啊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是因为祢十字架的大能 主啊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使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 主啊使我们的人生 主啊进入到幸福的里面 主啊谢谢祢 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主啊用祢的十字架连结我们 用祢的爱连结我们 主啊使我们在耶稣的里面 可以同享复活的生命 主啊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那复活的生命 今天也要临到这十四位弟兄姐妹的里面 主啊让他们 主啊真的在基督里面 成为新造的人 谢谢祢 主啊因着十字架我们与神相交 因着十字架我们与人相交 主啊这份幸福的恩典 也求祢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不断的散发出去 分享出去 分享基督里面的幸福 主啊分享十字架里面的幸福 主耶稣谢谢祢谢谢祢 祢的恩手继续的引领他们每一个人 走一生的道路 主啊直到见祢面的那一刻 主啊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里面 享受那丰盛的生命 主耶稣谢谢祢谢谢祢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